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VTEC 蓝科技 我是Eric 真的好久没有这么早起床了 今天早上到徐慧兵将外滩去转了一转 感觉浑身舒服 不过真的是最近的生活真的是越来越蓝了 你看脸上漏都堵起来了 当然说到懒 其实懒才是推动科技进步的根本 你看有些人比较懒 懒得洗衣服 所以他发明了洗衣机 有些人懒得开灯 所以他就捣鼓智能家居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怎么样用200块钱 那你再也不用手动开卫生间的灯了 以后凡是你要在厕所里面打坐 还是洗蓬蓬 他都可以做到 能来灯亮 能走灯灭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要做到能来灯亮 能走灯灭 首先要改造的是卫生间的灯 一般这里有两种方案 一种是使用智能灯泡 如果你家里也凑脚是这种一二七爱迪生罗维 市面上有很多产品可以选择 但是这样肯定就会超过我们的预算 所以这里我们选择了 阿卡拉墙壁开关一一 一分为当火和零火两种版本 如果是一些新版 开关里留有了零线可以选择零火版本 这里我们的房子比较老了 所以开关里只有火线 就得选择当火版本的开关 而且卫生间里还有一盏独立的射灯 这里选择双键版本的 当火一一开关 双十二淘宝的价格基本在 79块钱 其次还需要一个人体传感器来监测卫生间的移动 人体传感器我们要知道一个关键的知识 就是监测间隔 因为大多数的人体传感器都是由电池供电的 为了延迟电长的使用时间 所以每次触发之后都有一个间隔时间 在间隔时间内无法被再次触发 这里我们选择 阿卡拉人体传感器 T1 可以根据需求调节 侦测的间隔 其实做到这里我们就已经可以完成 卫生间的灯光自动化了 当人体传感器检测到有人移动 打开洗手间的灯 当然这样简单的自动化也会带来一些不准确的因素 例如当坐在马桶上沉湿的时候 由于移动范围较小 导致人体传感器无法被正常触发 如果在洗澡的时候 受到热气的影响导致红外传感器失灵 所以我们这里要用到一个门窗传感器来配合 这样可以更加准确的检测 卫生间是否有人 我们将洗手间的使用场景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正常洗漱的时候 洗手间门通常是开启的状态 且当人体传感器检测到动作时 将洗手间的灯打开 并延迟两分钟关闭 这样只要人体传感器在两分钟内被再次触发 两分钟延迟将被重置 如果两分钟内没有人再次触发这个传感器 灯光将自动关闭 如果你觉得两分钟时间太长 也可以设置成理想的时间 例如一分钟等 但这里要注意的是 延时的时长要大于监测的间隔时长 假设设置延时为30秒 这里传感器间隔设置为一分钟 那么想象一下 灯光被触发亮起之后 30秒关灯倒计时就将开始计时 由于人体传感器要等到一分钟之后才能被再次触发 所以倒计时到30秒的时候洗手间的灯就会被关闭了 这时候你在洗手间里肯定就是磨黑了 这里我们将 Aqara TE 人体传感器的时间 设置为3秒的间隔 这里设置的时间越短 电池的消耗也就越快 当然检测也就更加的准确 洗手间场景的第二部分 就是在洗手间里沉湿或者洗澡的时候 这时候通常会将洗手间的门关闭 这时候如果洗手间内有人移动 将灯光设置为常亮 所以哪怕是在洗澡的时候传感器失灵 灯光也不会中途关闭 直到洗完澡打开卫生间的门 这时候场景一里的自动化就会开始工作 灯光进入两分钟的倒计时 两分钟之内如果传感器没有被再次触发 灯光将自动关闭 我们来总结一下刚刚说的洗手间的两个自动化 首先当 人体传感器被触发之后要进行一个判断 判断洗手间的门是否是 打开或者是关闭的状态 如果是打开的状态下 将 灯光打开并延迟两分钟 如果门是关闭的情况下 将灯光产亮 由于在家庭的App里 没办法创建多条件的自动化 但是 由于Honkey是一个开源的协议 所以我们可以借助第三方软件 创建更多的 一个 更高级的一个自动化 所以我们这里要用到一个 if的App 我们看一下 我们如何在if里 设置这个自动化 首先进入自动化之后 我们点击 自动化 然后在规则里 我们点击 添加规则 首先我们要选 选择一个触发器 触发器是我们的人体传感器 这里选择运动 然后选择 洗手间 的运动传感器 当检测到运动时 我们要进行一个 判断 就是要添加条件 我们来添加一个条件 是 当 洗手间的 这边要是当洗手间的门窗传感器 是打开的状态下 添加 最后是选择一个 要触发的一个场景 那我们并没有添加这方面的场景 所以我们这里就可以随便选一个 比如说我们就选一个 Test好了 下一步 然后输入一个 名称规则 我们选择 洗漱 洗漱自动化 点击完成 点击完成之后 我们要添加另外一个规则 这是添加触发器 当 人体传感器 洗手间的人体传感器 运动时 添加一个条件 是当 洗手间的门 是关闭的时候 我们要 这里又 可以随便先添加一个场景 然后选择 洗澡 自动化 选择洗澡自动化之后 这里我们要实际再回到我们的 HomeApp里进行一个修改 我们可以回到HomeApp里看到自动化里 刚刚我们设置的两个自动化 在洗漱自动 OK 我们这里再选择特定的 配件跟场景 这边选择Bathroom 的两盏灯 我们选择打开 洗漱的时候 我们这边就是当门是打开的情况下 我们要选择一个两分钟的延迟 当然这边延时可以根据你的 理想时间自己进行设置 当然前面说的注意事项 还是要记得的 然后这边点击完成 那我们的 自动化就设置完成了 然后第2个我们要设置 洗澡的自动化 洗澡自动化是要选择到 闪亮 我们洗澡自动化开灯的时候这边是闪亮 所以关掉这边记得选择永步 点击完成 那我们两个自动化就设置完成了 因为Honky是个开源的软件 所以第3方支持Honky的软件 还有很多 每个软件设置的方式 可能略有不同 像Home Plus就可以完整的设置 两个自动化 不需要切换回家庭App 但像我们免费的IF 可能就要做更多的一个切换 万便不离其中 不管你用付费的App 还是免费的App 只要你能 理解自动化设置的背后的含义 完成这两条自动化的设置 那你就不至于在洗澡的时候 需要摸黑或者跳舞了 OK所以本期的视频通过 Akara E1的开关 以及门窗传感器 再加上一个Akara的 人体传感器 实现了洗手间的一个灯光自动化 如果你对细节还有任何的疑问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评论 如果喜欢本期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如果不喜欢 记得把它发给你最讨厌的朋友 说不定他会喜欢 OK我们下期视频见 Bye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